所以说呀,我们曾老师那个公司都忍心说了为了最后成全一个人 我们就宁愿做出这么多付出,结果还看错人了 那个猎途工作不干了之后啊,徇思着心里最后的这个情怀有所抒发 结果还是执念吧,因为毕竟也不是这行了 所以这个心想的就有问题 再下来又帮了谁呢? 我们唐弟弟从小过长大了,这个倒没什么可说的 而且他确实那个时候,他妈好像紧张 从小就把他撂到爷爷奶奶家了 然后学费没交上,把家人一起给他凑上 当时我也没钱 不过幸好有一个工作,刚上班就跟猎途那一段 然后忙着从这个心怀里套出来的钱,那钱给他了 那时候呢,当然他有困难帮我 就反正这个东西吧 年轻呢,有时候都不懂事儿,事后都是最好的兄弟 我在寻找这个工作那一段,在沈阳的时候 本来印象是非常好的,在大鬼街那住了三个月 找猎途那时候都冬天了,没得找,做一些建制 从大连到沈阳,到北京啊 就是那个地方没风,反而感觉没那么冷 结果到了北京,反正那么冷 什么随着天气,好像运气也是如此 都受这个自然气候的影响,人类史,没说历史 就老天就靠这个风雨雷电 把朝代变更,大事的影响,决定性的 都靠这个,某某人是轻易想不通 在那儿走了之后,一个理发的社友 其实唯独也就跟那么一两个没太熟的关系 其他人都玩得很好 那在沈阳那段,我们就不多谈这个回忆了吧 然后,也是,就借了套了新闻卡给他 那个时候,本来是这样周转着来 刚拿出来,被他看到了 这个财不外露,不外露非人嘛 那正人君子都无所谓 被我借给他 当时救急事后 也相当性的还了几次,一点一点 那最后就找不到人了,干脆 那时候居然给他五千块 在我们这些城市,在那个时候 十多年前了 又稀里糊涂 我是假木日主,假不开仓 财务好过 往往就经常很大方 在过度于这个 慷慨解荡了 这都是彭祖百计告诉我们的吧 所以每一个日主呢,他有他的特性 他发挥的好 那比别人都强 假木老大嘛,要去站出来 那这种散财的事 你最好还是多注意一点 但是可能散得好 那别人也不舍得 你也是你来挑逃 但是完全都是你的财 你本来是为了公信 为了某个人 为了大家的好事成全 结果又这么一遭 那事后呢,甚至还有很多网友 那有一些就知道感恩 那比如说给他四十五十 然后他还给我六十 之前都从来没想过 大方所利用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